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太陽從西邊升起 你信不信 老船長我看你秀斗 小朋友都知道太陽從東邊升起 你還在那邊什麼西邊升起 小朋友都知道 我問一下攝影大哥 太陽從西邊升起還是東邊 東邊嘛 原來是這樣子 那應該不會有人認為太陽是從西邊升起 當然啦 我們在整個太陽系 有些星球上面 太陽真的是從西邊升起 我現在不是要跟你討論天文知識 但我講的是真的 你們自己可以去查 太陽在有些星球上面 它是屬於西邊升起的 好 那至少在地球上 你只要是地球人 你都知道太陽從東邊升起 對不對 老船長 我們這是財經節目 你當作是discovery 我再舉例 我現在發現我不舉這種例 很難說服那些 真的是無敵豬腦袋 台北股市今天漲還是跌 問小朋友都知道嘛 當然是漲啊 原來是漲 漲幾點 一百多點嘛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再創歷史新高 是嘛 對不對 那老船長先把圖縮小 那老船長先把圖縮小 當然做多對嘛 對對對 不對 那不然為什麼有這麼多豬腦袋 按時收看空頭大老書的節目啊 對不對 這麼多人看耶 不是幾隻小貓 是一堆人耶 還有人看完比讚的 老船長 他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我就常講嘛 人喔 到了股市喔 就變豬腦袋很正常 你問他太陽東邊升起來西邊 他會罵你 你白癡啊 當然是東邊啊 欸 腦袋很清楚喔 那你再問他同樣的問題喔 你說這個盤要做多還做空 現在是多頭市場還是空頭市場 他就搞不清楚了 雖然事實擺在眼前 這是鐵證對不對 雖然這鐵證對不對 但是你們去看空頭大老書的節目 還是一堆人按讚嘛 看的人還是一堆人嘛 這樣你們知道為什麼了喔 就在金錢遊戲的這個世界裡面 很多人的腦袋是怎麼樣 是不清楚的 那這個也正讓我們有機會賺錢 欸 我要講的重中之重就是這個 我們呢 只要不要當豬腦袋 好 我們就不會怎麼樣 欸 那麼慘 那如果你再比豬腦袋再聰明一些 好 你就有機會賺錢了嘛 欸 老船長那真的耶 欸 老船長那真的耶 但是我現在講得很清楚喔 要比豬腦袋聰明喔 對不對 那老船長說什麼 我說啊 欸 我在這個廉價之前 你們去YouTube點一下嘛 拜託 回來我說這個盤要怎麼樣 要漲啦 對不對 請你注意龍頭骨啊 老船長你有講喔 我們一樣不聽啊 對不對 你講你的喔 我們喔 不聽就是不聽 怎麼樣老船長 欸 我無所謂啊 我常常跟你們說啊 我做節目做得怎麼樣 自由自在啊 我沒有什麼所求啊 欸 我做分析師都做這麼多年了 你以為我現在來這邊啊 是為了養家活口啊 你想太多 我現在退休都可以啊 大家明白嗎 我現在做是做怎麼樣 做責任的 做興趣的 因為我其實也蠻喜歡這個工作的 那這個電台 這個錄節目錄了最久的就是我 不是別人啊 就是說我曾經在這邊錄 大概錄了總共前年後後 加起來十幾年我最久 當然也有老師很資深啊 我再加一條 大概就沒有人比我久 上節目不說謊 這一點加下去 就沒有人可以跟我比了 對不對 不然請你的老師試一下啊 節目內容說謊不實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麻煩你的老師講 講個兩三次就好 不要太多次 我講十幾年了 你的老師敢嗎 不敢 我告訴你 有些人喔 他每天說謊騙人喔 但是喔 他還是不敢騙神明 當然啦 台灣有些人喔 連神明都騙 嘿嘿嘿 對吧 真的耶 老船長 那些人我們就 不要管他啦 因為他可能也覺得 舉頭三尺怎麼樣 沒有神明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喔 好 那 那 既然這個盤喔 他是大多頭格局 對不對 那他再往上漲 他需要什麼原因跟力量 我在上個禮拜 已經跟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了 什麼 放完廉價也忘記了 好 手伸出來 亂七八糟 不然你去看我的重播啊 我YouTube前面的節目啊 對不對 我說美國股市 挺好喔 那個叫拜登的老頭 對不對 他呢 又要再搞好幾兆 美國基礎建設 我說這個叫做 政府支出 我說啊 GDP啊 Y等於C加I加G加X-M 我講到這邊 你不是都昏了嗎 對了 老船長我們昏得很厲害 他不讀書嘛 經濟學也不懂 對不對 那GDP裡面這麼多項目啊 要讓GDP成長正向的 有一樣就是政府支出嘛 那 政府支出當然就是拜登 他要搞好幾兆 要做什麼呢 你要做建設啊 那美國我說過 他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嘛 他是軍事很強 民生壓彈 聽得懂吧 你去美國不方便的 到哪裡都遠得要死 對不對 交通工具很爛 都要靠自己開車 開了半死 高鐵他們是怎麼樣 沒有的 沒有耶 各位觀眾 他有鐵路 他沒有高鐵 好不好笑 這個國家 稱自己是怎麼樣 世界第一強 笑死人了 那當然啦 拜登其實心裡很明白 他要搞好幾兆 要做建設 我說裡面最大宗的就是 高鐵的建設 這樣明白嗎 那你整個資金灌進來的時候 你的GDP 你的GDP 會往上大噴嘛 那GDP就是怎麼樣 經濟就是股市的櫥窗嘛 對不對 你經濟怎麼樣 大好的話 股市一定要飆的嘛 老船長你上個禮拜這樣講 我們以為你是在唱戲 這樣子喔 你就又跑去放空對不對 沒有放空 但是股票上個禮拜 賣光光了嘛 因為你說這個 變盤說 清明變盤 我跟你講那個都是無聊的記者 二百五記者 台灣很多二百五記者 到了清明節說要變盤 再來呢 那個端午節他們又要說變盤了 端午節完了 他們說中秋節要變盤 中秋節完了說聖誕節要變盤 聖誕節比較不會說變盤 然後農曆春節要變盤 這些我跟你講這些記者 就是我跟你講草包 你知道嗎 什麼都不懂 反正以前人這樣 學長這樣寫 我們就這樣寫啊 對不對 不然要寫什麼 所以你們不要去相信 那什麼變不變 那鬼扯蛋 然後呢 那你把股票賣完了嘛 那你的老師會跟你說什麼 乖 我們廉價空手 最聰明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看我們多好 你聽話你聽一半 你就跟豬腦袋一樣 那萬一收了盤 這個 這個 連假回來之後開高呢 蛤 開高咧 欸 還跑 這什麼電腦啊 亂七八糟 你看看 實在很糟糕的電腦 浪費老船長的時間 對不對 開高 看到沒有 那你是追還是不追 你告訴老船長 老船長 我的老師一大早就發抗訊 叫我們趕快買進股票 所以你看他前後講的都不一致 因為他的節目要做生意嘛 所以那空手怎麼辦呢 當然叫你趕快一大早 因為他是閃戶中的閃戶嘛 他看到美國股市 哇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大漲又創新高 當然叫你們趕快買進去啊 對不對 就你今天早上在這邊追股票嘛 對不對 我們在數鈔票 你在追股票 然後船長有壓運 對再唸一次 我們在數鈔票 你們在追股票 對不對 抱著股票 多賺一點會死喔 對不對 我不是說今天我在這邊 用拆的 我們抱股會怎麼樣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經濟學告訴我們 政府支出會讓GDP往上噴 往上噴對不對 經濟就會 數據就好 那你股市不用漲 老船長你真的都有講理由 你不是亂猜的 有些老師是用喊的 有沒有 萬八萬九兩萬用喊的 因為喊沒關係啊 對不對 喊一喊沒有來 沒有來就沒有來 那能怎麼樣 對不對 有幾個老師是專門職業在喊的 你們不要相信 你參加他的會員 對不對 他帶你買的半導體 現在還套得很慘 有沒有 你講有或是沒有 這樣就好 有對不對 然後他在節目上 哇 大老師的樣子 你看了會不會很想吐啊 所以我常講 你有一天你醒來了 你說我不要再被大魔頭控制 我不要當豬腦袋了 那OK你來找我 你希望繼續被糟蹋 被控制的 你千萬不要來找老船長 那我已經說過 台北股市不管是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五 一萬六 甚至一萬七 一萬八 你的命運都一樣 老船長怎麼會 一直漲 怎麼會命運一樣 現在都已經快一萬七千點了 請問你 你是不是滿手套牢的股票 你只要回答我 是或不是嘛 你的老師 有沒有叫你買了一堆的股票 有或沒有嘛 這個答案 小朋友都會回答嘛 老船長真的 我都 不好意思說 你怎麼都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頭顧的世界就這麼小 哪些老師在幹什麼事 我們都很清楚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講一個重點是 所有在看我節目的觀眾 大概有可能會碰觸到的 就是最近面板股很流行嘛 對不對 大財經台 大老師 對不對 都說面板好 面板怎麼樣 棒面板呱呱叫 好 那我就覺得很納悶啊 我們以友達來講 因為有做的我們才講 沒有做的拿出來講幹什麼 對不對 友達最好賺的是從這邊 注意看喔 從這裡喔 還沒有漲喔 還沒有 完全沒有漲喔 這幾天買進喔 到怎麼樣 到這一段是最好賺的 對不對 因為再來又是整理的嘛 那這邊的上上下下 各位覺得好不好賺 這邊不好賺喔 來再來一次 最好賺就是這一段 看到沒有 這一段 這一大段 我們是所有資金 收到我的call訊都是 所有資金就買友達一檔 沒有其他股票 只要你手機帶著 你是我的call訊會員 你聽到的 如果不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call訊會員 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同一時間 你參加全國 任何投顧老師都一樣 你手上股票一定是一缸子 而且沒有人有友達 因為那個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在講 那大家都覺得 老船長就是神經病嘛 他講他的啊 不要理他 他向來都是這樣子啊 覺得自己很厲害啊 一意孤行啊 對不對 就讓他孤獨死 對不對 我的老師帶我追漲停板的 第二天還會再漲開高 結果第二天 如果沒有怎麼辦 喔 他就叫我停損 有一種是會叫你停損喔 還有一種怎麼樣 那人家的事情不理你 再叫新的 所以一檔接一檔 一個月參加 光一個月就幾十檔 我有沒有很了解你的老師 有嘛 我很了解你的處境 對不對 你呢 對 你就豬腦袋 不用講 這種行為就是豬腦袋 因為你的老師每天上節目表演的跟真的一樣 你套了幾十檔 請問你 你還心甘情願跟著他 那你不是豬腦袋是什麼 那你告訴老船長 也對耶 老船長 母湯 我們不想做豬腦袋 不想做豬腦袋 我叫你早點離開他嘛 對不對 今天已經快一萬七千點了 你還是輸到那麼慘 是吧 好 注意喔 那優達來到這邊喔 肉不多啦 上上下下大家在這邊混 我說過第一個量不夠 看到沒有 今天量又縮了 小心喔 小心喔 真正的量在這裡 這一段 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在這邊買好 買好之後 大家所有人進來幫我們抬轎 看到沒有 算不算先知先覺 那優達最好賺的那一段 已經賺完了 對不對 量能又縮了 籌碼又亂了 你覺得 我還會帶我的會員 去買嗎 那當然不會啊 老船長 那我們沒有買 你買了很高興 對不對 那老船長你們買什麼 我在節目上公開的 沒有黃貼紙 沒有立可白 也不需要折起來 老船長你講封測對不對 對我講封測啊 我講封測啊 我說他會慢慢往上走 然後隨時會噴啊 今天噴了沒 今天還沒有噴 還沒有噴 還沒有噴 今天已經漲了快4%了 明天會不會噴 機會很大 各位看清楚 明天會不會噴 機會很大 今天的量小小放一下 兩萬一千多張 外資啊 外資啊 在收價 就是放假之前啊 買了六千多張一天啊 那個 那個模式走法就是這樣 一直在抽 這個吸籌碼 今天也是啊 這個笨蛋一看就知道 法人在吸籌碼 誰在賣 散戶啊誰在賣 那老船長 那憑什麼漲 第一個籌碼乾淨嘛 因為大財經台 大老師 還沒有在講封測嘛 明天他一噴 你注意聽喔 明天盤中 大老師 大財經台喔 明天日月光 一噴的話 他們全部都在講 日月光 而且那個連線的大老師 會講得滔滔不絕 哇這日月光 為什麼會漲 他就開始 講得跟真的一樣 誰不會啊 國小二年級 我教一次也會講啊 還要他來講 請問很多啊 連線很多老師 都有在帶會員啊 請問他要叫會員買嗎 沒有 都是吹牛逼啊 很會吹啊 吹爆了 所以我覺得 你們如果參加這樣的 分析師的會員 你很可悲啊 每天帶你去追掌停板 然後上個節目 就表演掌停板的股票 讓觀眾誤以為 他們的會員賺掌停板 鑽那個燈啊 第二天大部分一開滴 又掛掉了 對不對 你有這種情況 你還不離開大魔頭 請問一下你要怪誰 如果今天都沒有人 在旁邊跟你說 誒誒誒誒誦 醒醒醒醒 你要離開大魔頭 知不知道 如果都沒有人 這樣子提醒你的話 那沒話講嘛 每天在提醒你 每天every day 你還執迷不悟 然後最後要怪 頭顧老師 太好笑了 你怪他沒有用 他們很厲害 我說過 他們法律都已經 尤其公司還有在配合 還幫他們請法律顧問 你知道嗎 我有叫摳訊啊 我建議你買啊 那我前面套了八十檔怎麼買 前面套八十檔是你家的事啊 我是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我只是建議你買 買不買隨便你 你有沒有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你家是中央銀行啊 我可以一直建議 你可以一直買啊 聽懂了沒有 聽懂了齁 法律他們早就避得好好的 你告告不成的啦 所以我就說你自己已經有年紀了 而且你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有錢了 就你摘在這些老師手裡 好不好笑 對不對 老船長就專門在破解的 已經提醒你 再三提醒你了 當市場沒有講封測的時候 而封測的獲利一級棒 日月光投控去年賺六塊多 快要七塊 配四塊多現金耶 你看看他的 投資報酬率是比定存好太多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籌碼乾淨嘛 因為大財經台大老師都沒有在講啊 那籌碼鐵定乾淨的啊對不對 他們都跑去講什麼 都跑去講面板了嘛 我在講面板的時候大家在笑對不對 最好賺的那一段 我的會員賺到怎麼樣 翻過來 好 然後我們不玩了 我們跑去怎麼樣 逢低買封測 等著他怎麼樣 大漲 我們又可以大賺 因為我的考訊會員 又收到考訊了嘛 所有資金又只有買一檔 日月光投控嘛 厲害吧 你參加哪一家投顧哪個老師都沒有用啦 你都永遠收不到這種考訊 你中華民國投顧業 你只有參加我的你才收到 所有資金 全部買進日月光投控 我們沒有其他的股票 所有考訊會員幫我作證喔 如果隱藏性的 裡面還叫著十隻二十隻的話 來跟我要每一個會員賠五億八千萬新奈幣 到這裡為止 中華民國只有我敢這麼說啊 哪一個投顧老師敢像我這樣講 都在那邊演啊 你的老師演很大 盤中連線一連就連好久 他的會員齁 他不用管了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帶會員買股票 你這張股票正在殺 你是不是要設停損 或是考慮要出 對不對 甚至好一點啊 我正在拉 賺錢要跑嘛對不對 他老兄在連線 一連連三十分鐘啊 那請問你啊 我們 你們去參加投顧老師 他要通知你是盤中 為什麼要及時通知你 就是有變化的時候 他要通知你嘛 結果他在忙連線 連線是要幹嘛 打廣告打知名度啊 表示第一個大老師 第二個對不對 你們大家都認識他啊 這樣子可以多騙一些人啊 那老船長你怎麼從來都不連線 我從年輕到現在我做分析師 任何電視台都找過我 我就是不連線啊 老船長你也很高啊 我不是 各位想嘛 我今天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嘛 對不對 社會上的話不都這樣講 這意思是什麼 我們收了人家的會費 人家把怎麼樣 希望放在我們的身上 那我們是不是要有責任 是啊老船長 你這樣講很對啊 那我的股票正在殺貨 正在拉的時候 我要出 或是要怎麼樣的時候 我要做動作 剛好在連線 請問怎麼辦 哎呀有些老師都有交代 他的助理 助理看怎麼樣呢 就會發抗訊了 所以這個就是詐欺啊 你們參加的是 某某老師的會員 你不是參加他的助理啊 其實那種行為都是詐欺啊 你知道嗎 沒有得到老師的首肯 很多啦 我不要我不要講 我可以告訴你 一圖拉股啦 都是助理在發抗訊的 不是老師清代 都是助理啦 每天 我跟你講這些人都沒有 沒有王法就算了 還神明齁 都不當一回事耶 他們覺得幹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還幹得很光榮 哇連線大老師什麼 很多啊 沒有羞恥心啊 我管不了別人 因為我也不是金管會主委 我把我自己做好 所以你們看我從來不連線 我從年輕一開始 講快一點了 我成名也很早嘛 對不對 就有那種大的財經台 找我連線盤中 我從來不連線 不然你現在訪問你的老師嘛 麥克風督過去 老師請問一下連線三十分鐘的話 那麼久啊要出股票 要買股票怎麼辦 那你們家的事 老師先打知名度再說啦 當然你如果沒有帶會員 你去連線OK 對不對 反正不用帶會員 但是你們要小心 有一些沒有帶會員的老師 在連線 那是幫主力在出貨 私底下有拿錢的 石有耳聞 我們不要點名啦 你有時候看那個盤中 那個老師有沒有 在講那個小股票 成交量才一兩百張呢 他也在講 然後說你們都不知道 只有他知道這個股票 有多好有多大利多 哇好賺錢啊 我用力聽 哇一個月賺一毛 好賺錢喔 上半年賺三毛 講的跟真的一樣 有啊 有專門在講的 而且每天固定的啊 那個都是 我跟你講 我們都行啊來 我做分析師做多久 那很多拿錢的 出賣良心的 就是有很多人看了大財經台 哇 在爆什麼股票 你們有沒有看 那個大老師一講到盤中的股票 不是都急拉 尤其是沒有量的小股票 然後拉你們去追 追完就 咚掉下來就死了 他就出貨成功了 了解 不要當豬腦袋 你不一定要來參加我的會員 老船長心中是有佛的 我有在拜神明的 我不希望 你們去被那些人騙 你們不一定要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再講一次喔 不然到時候說 你這樣講就是為了你要招收會員 沒有啊 冤枉啊 大人不需要 我只希望你離開大魔頭 因為你有家庭要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講難聽一點 你輸死餓死活該 你一個人 對不對 你應該的啊 但你如果有家庭 你要替你的家人好好想一想 對吧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喔 注意喔 如果封裝測試 日月光頭控標的話 你就注意看大財經台大老師 會不會講得跟真的一樣 好不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喔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警政人們 homepage 讚賞 既然 下次見